在甘南夏河县甘家草原深处 有一处秘境 八角古城一字 这里海拔2100米 汉代曾在此色白石县 古为军事交通要顶 一手难攻 至今保存完好 古八角成为一空心十字形成 在十字城各角上设成丁八个 形成八角 古城墙高达10米 城墙以沙谱 鲁尾 红柳等城城夯住而成 东西瓮城有S通道 历史上 城中城发现大量的文物 至今八角城内有70余户人家 500多人 还建有一所小学 这些羊呀牛啊就放在学校门口 八角城是丝绸之路 荷兰道路上的重要军事建筑遗址 在宋代为党像 西夏 孤斯罗活动和征战的中心 城壁垒建筑突破方形 举行格局 适样奇特 在我国现存古城处于独一无二 据考证 它可能就是唐代雕窝城 宋代的一工城 今天我不开车了 坐帅哥的车 一起去逛白石矮 八角古城 这是路边的一个观景台啊 然后我们就停车过来这边拍照 太冷了 远处的山峰上呢 已经有积雪了 给大家看一下 一望无际的草原 沿着这条战道 就可以来到这上面的观景台 这两天要下雪 刚刚都在飘雪花 好远啊 好远啊 好不好看 太远了 拍出来怎么样 当然吧 楼子太远了 已经属于这边的旅游淡季了 夏天的话来这边很不错 这里呢 就是八角古城啊 这个呢 就是西汉时期留下的古城堡 历史非常悠久的 这个里边呢 其实它就是一个普通的藏族村落 它这边外边呢 有护城河 护城豪 这边边就是城墙了 这全都是土做的 这个土呢 粘性是非常好的 非常坚固 这个好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城墙外边的这一条呢 应该就是护城河了 现在水特别少啊 几乎已经干涸了 还有一个护城豪 我不知道是不是 那边可能有一些已经坍塌了 这个呢 是一个城门 现在可能不是很坚固了 所以都用这个铁架子撑着 现在我们进城了 其实是进到村子里边了 这个村子感觉就是比这个城墙包围保护着 很有安全感 而且这个土很结实的 咬我 它要顶我 像穿了一件那种雕一样的 是不是 院内有恶趣 这是人家家门口的牛粪啊 就像一个饼一样 冬天用来生火用 你好 这个冬天是用来烧火的吗 这个牛粪 牛粪冬天是加火 用来烧火的 烧火的 干了它就自己掉下来了吗 自己热煮 人把它弄下来就好了 有没有味道啊 没有味道 这是你家吗 我的家 这是一头小牛在这里 看一下这个村子里的房子 他们这个房子呢 感觉造型都比较统一啊 都是这种木制的门 然后这个土墙 这个门上还有雕花 那个是运送东西的挺好玩的 当地人是在盖房 这个应该就是一个滑轮的原理 不用顶你吧 他不会顶我吧 出身牛犊不怕虎 呆萌 这个是城外边 城墙的外围 走到这后边来了 这应该也是护城河 没水 已经干了 现在这个季节啊 就没什么游客 包场的感觉 这个站道上去就是观景台 这是辽宁大哥 乃至辽宁大年 你不要包了我的年龄好不好 好 你把这边也掐了吧 好 那我应该叫你什么 小哥哥 这个差不多 小哥哥 我也搭完呢 哦 那我们投您 这个季节来这儿 真的没人 哦 好冷吹的 后来发现 就是这种 就是可以转这种 镜头特好用 那个相机我那是固定的 我那个是B7000 迷糠呢 这有个景区导览图 我看一下呢 白石鸭市 达利加 翠湖啊 哦 这边海拔多少 爬这个怎么都喘 我穿了这个帐袍之后 觉得行动有点不方便 因为太厚了 哎呀 看起来这个楼梯不长 爬了好久了 而且现在风还大 好像下雪了 那边石鸭已经看不清了 屋太大了 爬到山顶了 真是美丽动人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村子 站在这个山顶上 就会看出来一个十字形的符号 特别的明显 风好大 吹了我相机都拿不稳了 发现了一条河 是刚刚我们路上看到那条吧 那边 弯弯曲曲了 就是那一条 很好看 啊 太冷了 我要冻死了 所以把口罩戴着了 我手套在车里 拿着不方便嘛 我想着要拍摄 啊 我要蹲在这里 感觉没那么冷